我們回到第二節了 說你這麼開心 我們繼續講回京都大學 我們去看的時候這個趙永鎮一郎 你怎麼解釋他在完全一個差不多封閉的情況之下 怎麼可以跟這個Richard Feynman是並列的呢? 這麼說 他們說沒什麼跟外界溝通 但是其實日本的學術研究 它是非常重視一件事 將別人的外文最新出的那些東西 立即嘗試最精確地將它翻譯成為日文 所以其實在東京、京都 就是在日本最尖端的學術界裡面 它和這個世界上最前沿的問題是沒有脫節的 只不過就是他們一直去掌握著別人的脈搏 中國繼續一直去掌握著就是知道的問題是精結所在 然後他們就繼續在別人 就是叫做看著別人的進步來繼續自己做下去 我想我嘗試這樣去解釋為什麼他們沒有脫節的原因 就是如果反過來 你如果脫節得來完全不知道外界已經在流行什麼東西 你不是那麼容易去自己正正地贏的 但是當時那個實驗的條件是遠比外國差的 尤其是戰後 所以他們很多的工作主要是在理論層面的工作那裡是多的 你無論是湯川秀樹 招應鎮一郎 他們那個研究都是在理論層面那裡做得多的 尤其是物理學來講 而很多當時的粒子物理實驗都是在美國那邊做的 而且你說幸運還是不幸運呢 他們也抓到這個脈搏 當時來講就是那個理論物理 尤其是在粒子方面研究 在實驗和理論上面互相印證的非常有效 應該說那一代的粒子加速器很容易幫我們發現了很多東西 所以就成為一個當時也很Hit的一個題目 所以為什麼就是他們也抓住了這個時機 沒有跟外界去脫節 做一個平衡的比較就是當時 譬如你說中國大陸 他們的學者基本上沒有辦法去接觸到外界的Journal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有多好的想法 多好的研究 曾經有人直接想到去到不是量子電獨力學 是量子適動力學的東西 在中國大陸有人想的 但是沒有人追蹤下去 搞不起 結果就是脫節了 也沒有看到外文的論文 但是日本在這方面完全沒有斷過 甚至乎那些學術交流會是有的 即是接下來我們科學會一直說 Richard Feynman那些故事 只是說他和湯川秀樹的 那些有趣的東西都有很久講的 但是我們理解 因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和美國是有戰爭 交互 甚至可能被整個西方孤立 但是他照樣應該和蘇聯那邊的物理學家應該有交流的 如果你說1960 連蘇聯都反了面子 就是變成 去到五幾年就還有 但是如果你說看到去另一方面 比如中華民國那樣 在台灣那邊 或者是原本民國時代已經流落了去美國的學者 就紛紛繼續五六十年代有他的貢獻了 楊振寧李政道就是這些人 只要他們一直在二戰之前 和這個最尖端的學術界沒有脫節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要繼續在這個冷戰時期 有一個比較大的學術成就 其實是看到不少這樣的人不缺的 好 那你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趙永鎮一郎的物理學方面的貢獻呢? 其實就用最簡單的講就是 他那個量子電動力學方面的貢獻 量子電動力學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其實都是一門專門講在原子核裡面發生的一些 比如是光和帶電荷的粒子 在一個原子核這麼小之間的那種相互作用 那很多時候討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一定要講到電藥的相互作用 比如說如果我們的原子核 是會經歷一種叫做Beta衰變的時候 裡面會其中有一粒的中子 就會變成質子 然後放出一粒高能量的電子 這些叫做藥相互作用的過程 就是在原子核裡面 會牽涉到一些好像電子那一類的 粒子的那些核作用呢? 那就是通常跟藥相互作用有關 這種藥相互作用怎樣 跟我們的電池作用能夠有一個統合呢? 那基本這個學問就關乎於這個量子電動力學那裡 那就是無論是Richard Feynman 還是永鎮一郎 那他們是各自獨立地找到一個方法 將這個電池作用和這個電藥相互作用 和理論上統合過出來 而且那個理論本身是非常實際的 是給得出非常漂亮的實驗預測的 所以當這個學問一得到這個實驗來去證明的時候 他們而且還發覺就是說 他們的理論還可以得出比實驗 甚至乎更加精確的結果的時候 所以他們那個諾貴議長就很順理成章 就給了 Feynman 和趙永鎮一郎 OK 那你這次去有沒有參觀過 他們那個物理學的部門? 我星期日去到 什麼都不開 但是我當然就嘗試到處去溜 到處去探險 其實它本身的主要的行政機關 研究室 就圍著在旁邊 物質質一堆平房 但是如果你要去到他們的理學院 尤其是整個理學院 包括素理、物理、化學那方面 你就要去到這個校園的東北延伸部分 去到那個地方你就會覺得更加荒涼的 只有一個很簡陋的門口 裡面就有幾棟東西 其中一棟找到的 就是剛才那個照片有展示出來 我有一張自拍的 湯川紀念館 還有你會找到一個湯川壽樹教授的銅像 在那棟大樓前面的 那你看一下找不找到那張照片 現在台長展示出來的這張 其實就是在京都大學正門裡面 隔壁的那個小小等車的那個量挺位 裡面的那部電視機 進去就去給你看看我們有哪幾位 你拿過諾貝爾 那當時的報導是怎樣的 那個影片還壞壞的 有些東西還是有些 error message 走出來的 但是不管了 總之一看一出就出這些東西的了 你不是一間 不是隨便一間大學可以出到這些東西的 首先你要諾貝爾得獎者才行的 你沒有什麼都不提出 是啊 是的 但是其實有個地方我就沒有時間去得到 但是我覺得值得介紹大家去的 就是除了你去到京都 只是看那些古蹟的東西 就是如果大家對那些什麼幕府時代 維新運動那些很有興趣 那京都不用說了 你們可能熟過我 那除了看這些東西之外 就是它還有一個以前明治天王住過的遇所 但是其實exactly 就在明治天王住的那個京都遇所以東 隔著一條河仔 就是河的東邊那裡 就是京都大學的campus 而且就是一個比較主要的campus 它還有其他campus在城市的其他角落 但是最有歷史的就是這個京都遇所以東的這一塊 裡面就是有它 而在這一塊的東北邊那小小的部分 就是現在台長展示了這張照片出來的 叫做基礎物理研究所 甚至乎整個物理學部都在那裡了 小弟當然摸門釘也要去到門口問一下 看看我自己來這個研究已經相距甚遠了 但是竟然給我看到就是現在這張照片 拉住在它這棟樓的左手片的一棟 比較新式的大樓裡面 就是它們的一個就是 都是演講廳的一些新式的一部分 那麼它原來這期就在做一個演講 講那一篇東西原來就是exactly 就是小弟當然在美國做研究那一篇來的 就是說如果那天是有人開門 就是如果小弟白撞進去 我是有辦法白撞進去的 其實它們是開放的 因為我自己也試過 你去聽這些文章 它不會難料的 它不會說 我不懂你什麼所以我不讓你聽 我甚至有些我試過在當場問一些教授 不過它這裡為什麼那個 譬如它們沒有實驗室 就是有一些很... 有 有 它周圍其它就是圍著一堆實驗室在那裡 而且它還有 其實這裡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去的時候 留意一下 在這棟樓的隔壁那棟樓那個演講廳那裡 是有一個專門收藏 就是和湯川壽樹教授 他研究相關的一些文物的 那我就 因為它只走一絲開 我星期日去到就沒門釘 進不了去看 但是我覺得這些旅遊書是不會介紹的 也不會有人介紹你怎麼走進去的 但是你要自己懂得找京都大學 還要懂得找那個物理學 就是那個理學院在那裡 就是你要自己找個地圖 你就這樣在Google Map 都不是太容易找到 我純粹自己憑著自己 在對於大學校園認識的直覺 就摸到它來這裡 接著竟然就找到這個紀念館 就是絕對是為紀念湯川教授而設 裡面還有它的其他在那個本身 校園博物館裡面沒有的一些的增值 另外有一個我剛才講的 我沒有講的就是我沒有機會看到的 如果大家都是對自然科學有興趣的 有一個是京都大學總合博物館 它是早上9點開到下午3點而已 那天我已經3點多了 所以我去到我就看不到的 那它那個就是 你如果想進去看看它的化石 它那些這樣的研究 不一定是跟物理學有關的 所有跟自然科學歷史有關的 那些這樣的 就是跟京都大學有關的 它的研究相關的一些的東西 它就放在那個博物館 就收400日圓入場費而已 那我就覺得很值得看的 就是如果你尤其是帶小孩子去呢 你又不想只能購物 又想帶小孩子去感染一下 帶別人的學術氣息呢 我是覺得值得帶小孩子去京都大學那裡看的 因為它呢 就是日本人尤其是做科普呢 很有心的 它不會漏掉小孩子的 所以我覺得就算你帶著一個 是小學生程度的小朋友去京都大學看 就去看它的博物館 研究所那些去看不明白 你帶去看它的博物館 很開心 很多的紀念品的玩具你會買得到的 這個小弟我自己也沒看到 但是我會很激烈去介紹給大家看 那除此之外就是 就是國校園的餐廳 你會發覺就是 那裡真的有日本人 是故意帶小孩子去感染一下校園的氣息的 是看著一家大小穿得很優雅的 你想想一下女士穿了一件藍色的 好像黃色套裝 戴了一條豬鏈去拖著那個小朋友 那個男人和那個小朋友都穿得好像西裝 去參觀那個校園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那些教授家庭 但是我就覺得這些 就是捨得帶一個小朋友去看 就是出入這些地方 還有那個餐廳旁邊有個紀念品店 那些東西都很值得買 但是可惜我那天去吃完那個餐廳 就買了幾件東西拿來 就在科學新資料給大家送禮物的了 不,那你去一次不夠的 你可以去多一次的 或者我將來都去 不過這次我就不會去京都 但是這個可以有一個構思的 你去東京都可以看東京大學的 當然我當然會去 但是我們可以其實做一個 就是世界性的科學的朝聖的節目 那不是定期做一些事情 沒有這樣的條件 我自己有去過 你去過達爾文那個故居 達爾文故居 就是愛因斯坦故居 跟著愛因斯坦的武校 另外就是那個SERN的粒子研究所 跟著如果在美國 他說普林斯頓、哈佛那些 其實裡面總是找到一些東西 是介紹給大家 而且就是適合一家大小去 你沒有去那個地方 你很難感受那種的氣氛 我在蘇尼西那個愛因斯坦故居 你去看他們做一些 搞一些國際性的課程 你是很想真的進去聽的 他們是打了出來 真是聽到你看不完 另外就是譬如去到劍橋 Trinity College 牛津 當然 我最欣賞的就是他們展示了 那個印度的數學家的首稿 到現在他都還有一些啟發性 是一種素養的傳承 你會在這些經典的大學看到很多 所以我很難得就是我發覺 那種科學的素養 我在今天的京都大學 我也看到覺得 我是有一種敬意猶然而生的 而這種感覺呢 我想起的時候 是令我想起自己去到普林斯頓 這些學府的時候 看到那些大師 那個很普通的辦公室門口 那種這樣的感覺 回來了其實就是 嗯 但是他們會不會保留他 當時辦公的辦公室呢? 如果你在Princeton 他們都會告訴你 是誰在那裡 因為我去曼城的時候 我有去那個曼城大學 Anne Turing 他原本在那裡做研究的 他傷了個牌子 是 是 是 但很有趣的 我看他們不會就這樣封了 他不讓人用的 他們會繼續是拿一個Lap來用的 比如哥倫比亞大學 吳建雄教授那個Lap繼續是拿來用的 他就告訴你 你裡面去做研究 你的前人曾經去做很偉大的事情 其實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傳承的 還有他看清楚這個資源 原本就是拿來做學術研究 他就繼續 讓他永遠繼續拿來做學術研究下去 那假如你在那裡讀本科生 你會不會給這種這樣的氣氛 令到你很熱衷 要有一些的突破呢? 這個也很看學生本身的資質 就是小弟去讀紐約大學 你以為紐約大學沒有出諾貝爾獎嗎? 但是為什麼沾染不了我呢? 我資質不夠 那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但是當然如果你自己本身有這個潛質 你栽培到你小朋友的氣質 其實我也會覺得 嘩 去到這些地方 或者你帶著你去這些地方的感受 看一下去瞭解一下這些故事 我覺得絕對是令到那個 就是我會覺得你不用等別人 給錢去等別人帶遊學團的 因為你給錢等別人帶遊學團 拿到湯川教授的首稿 接著還有他還有一個隱蔽的紀念館 在那個物理系裡面 這些我還沒有機會去接觸到 但是我覺得這些好東西 留回來在節目裡講給大家聽 當然了 那個時候 我們在劍橋和牛津 他們有人做這些tour的 當然有水平高有水平低的 但是我剛剛在劍橋水平幾高 他會這樣說 這個大學裡面 哪個學校有個什麼的 重要人物出現過 我們在哪裏 我假設京東大學和東京大學 都沒有這些東西了 這麼說 他在那裏應該可以去找到一些介紹 但是要是 我想不是我這些星期日 下午時間去的 還有為什麼我特意選這些時間呢 我又不是很想平時人家辦公時間打擾人家 就是人家 他在劍橋那裏出面貼一張紙 那些學生在圖書館裡面讀書 麻煩你這幫tour不要這麼吵 是啊 是的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專門用這些時間去摸一下紋一下 就是你覺得很幸運 遇到一兩個教授打招呼 打一行行交談幾句 那就好了 但是那天我去到很快 急急就要走 因為現在日本 你也知道了 現在就近冬節的時間 日本又特別早天光 特別早天黑的嘛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機會 除了只是去京都看去購物 吃好東西 吃一下懷石料理之外 我覺得一個 其實我發覺沒有什麼 那些中文的女人媒體 是介紹去京都看京都大學的 真的沒有什麼 要自己摸一次就摸到一些東西出來 你去完之後就有的了 有人介紹的了 是 我們下次就回來 好 在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